哈囉各位 是不是好久不見 好久沒有以這種 開箱形式的那個影片 回來跟大家見面 那昨天呢 我剛從日本回來台灣 對今天回來台灣第一天 然後現在呢 要呈上給各位看 我這次到底 日本的五天四夜呢 買了什麼東西 其實我覺得 我沒有算買很多的 這次去的話我覺得 可能是衣服或是什麼 那些Style跟我真的都不太相符 所以呢 我並沒有買很多東西 那我現在要來衣衣跟大家分享 我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我覺得我現在非常迪士尼好了 因為迪士尼 大家去的時候一定會買嘛 就算這種東西你平常不帶 但是呢 你一定還是會買 在園區的當下 你就是那個氣氛感染 好那我就買了差不多 好應該算三個小廢物啦 我兩個我覺得蠻有用的是 卡 票卡夾 包 跟鑰匙圈 因為我個人就是 呃很容易把鑰匙用不見什麼的 所以呢 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我的蛋頭 爆米花 鑰匙 鑰匙圈 是不是超可愛的 除了鑰匙圈之外呢 我還買了他的 票卡包 因為呢 我很容易把 又有卡用不見的人 然後當天在 呃 迪士尼裡面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抽快速通關 或什麼也必須要把 票卡都插在 身上 蛋頭先生的 票卡包 只是我覺得它有一個小缺點 是它的 高度不夠高 它雖然看起來很大喔 但其實我覺得 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好裝 這是蠻可惜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還是還蠻實用的 蠻有用的 所以呢我就買了它 價格呢 跟它的 實用度 會覺得它的價格真的是偏高的 那我帶給各位開封了 我覺得這101中共真的是太可愛了 所以我就買了 買了 這個101中共 是不是很Q啊 耳朵還會這樣子立起來喔 啊然後現在鏡頭前面的人想打我 接下來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迪士尼非常有名的 就是 這種大頭套 當下其實我很想買那個什麼的 我很想買脆絲的帽子 但是帽子是可愛的 好像這個還更萌一點 火腿豬的頭套 再戴給各位看 那天天氣太炸熱了 而且我剛剛還穿長袖去 再戴上這個帽子 我跟你講我一定自習在迪士尼樂園裡面 第五項的東西就是 大家也知道 迪士尼樂園裡面很有名的 就是爆米花筒 我呢原本是想要買 因為我當下去的時候 我沒有先上網查他到底有賣什麼 然後當下呢 好多人背蛋頭先生 重點是我還看到一個人 他是背萬聖節限定的 所以我一直以為 現場真的有萬聖節的蛋頭先生 但是呢 沒想到我繞了一圈 然後也問了當地的人 他說那是他們好幾年前買的 那全部的看來看去 我個人最喜歡迪士尼的卡通 就是玩具總動員 這大家應該都很常看到吧 迪士尼的東西呢 我就只買了這些 沒有很多 我就來介紹鞋子好了 因為鞋子只有一雙 我就當下去到他們的Nike 然後一進去我覺得這雙鞋太好看了 一看到這雙鞋 我就覺得這是我的鞋 不管別人覺得是醜還是好看 那這雙呢 是Nike的P6000 近一點給大家看好了 真的超級好看的 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配色 是粉紅色跟有點青綠色 但是我覺得那個配色很不好看 所以呢我就買了這個配色 那以後我有機會穿到的話呢 我在就是拍個照分享給大家看 那這就是我唯一買的一雙鞋 還買了什麼呢 傻瓜相機 各位我是一個非常就是喜歡出去記錄生活的人 就是拍影片啊拍照啊什麼有的沒的 雖然說我們每天用手機啊用GoPro啊 這樣子去錄影去記錄生活 但是我覺得大家現在就是怎麼講科技化之後啊 已經沒有什麼實體的照片 像我真的很久以前 國中的時候還會洗照片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像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小時候都有 我個人就覺得說 從現在開始 我畢竟很快下個月就要去澳洲了 那我希望說可以在去澳洲的期間呢 把它記錄成照片 然後可以洗出來 讓我之後也可以帶來這些照片 就是自己可以回味吧 或是說可以分享給身邊的人 然後我買了 這一款是第一款 大家應該都最有影響 然後也最常看到 FUJIFILM 總共是有27張 然後它的感度呢是400的 這一款好像是最多人 最常有人買的 對那除了這個基本款之外呢 我還買了這個 水中可以攝影的底片相機 它呢是外面有含防水殼 它最深最深呢 可以在水中10公尺 如果你是燈光不太足的話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有很漂亮的照片 那第三款呢是這個 它是拍出來是black and white 黑白系列的底片相機 照片洗出來就會是黑白色系 對這一款呢也是感度400的 對我是上網看了之後 我才選的這款 這就是我在日本買的三款傻瓜相機 那跟大家提醒一個 就是如果你在日本買傻瓜相機 或是買的底片 要回台灣的話 請你務必要手提 過你的人生安檢的時候 你要跟百官講說 我有film就是底片 那請他們用手剪的方式 不要過X光機 過了X光機的話 你的拍出來的照片很可能失真 或是大曝光 所以呢大家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興趣 買這種底片相機的話 一定要記得這個規則 再來呢剩下的東西就是藥妝 為了要去澳洲 我可以帶一些常備藥可以使用 我這次買的超級無敵 我個人是一個滿體落多病的人 因為我有鼻過敏的關係 我很容易鼻塞浮 或是鼻子很癢 連帶了眼睛也開始不舒服 然後眼睛不舒服 喉嚨也開始不舒服 因為大家也知道 這三個地方 是貫通的嘛 一個地方不舒服 就是整個這樣 一發不可收拾 全部連上去這樣 哪一些東西在日本 蠻有名 當地人也很常使用的 這次就全部把它買回來了 那先介紹地下 太甜胃散 如果你常常胃不舒服 消化不良 或是說你喝酒啊胃痛 胸悶 也可以吃這個胃散 我想說要去澳洲一年 我就買了最大盒的 因為大家也知道前陣子 我在基督島的時候 因為最後兩個禮拜 是整個拉肚子狂拉 拉到回台灣還在拉喔 而且是跑八次廁所以上的那種程度 半夜都沒辦法睡覺起來 一直上廁所的程度 所以我很怕那種事情再發生 我就這次也買了很多腸胃藥啊 整腸藥啊 而且跟大家講成廁所 我這次在基督島拉肚子 拉了兩個禮拜回台灣 瘦了五公斤 但是呢 很不幸的就是在日本這幾天呢 因為吃得非常的鹹 所以現在又恢復了兩公斤 那再來呢 我買了這個 日本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 就是膠原蛋白嘛 但是因為 明治的膠原蛋白真的太貴了 所以我買了這一種 DHC顆粒型的 然後還有 B群 公鐵 維他命C 因為我個人是有一點點 很缺鐵 就是以前都不太會保養身體 但是這兩年就覺得說自己的身體 真的有越來越糟的跡象 自己開始可能年紀也大了嘛 好像開始要認真保養身體 然後再來呢 我買了這個 國產米 薄雪斧質的面膜 它裡面是 總共有10片 再來呢 我還買了這個 這是SALON PASS的那一種 因為我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愛看中醫的人 我超級愛貼酸痛貼布 就是它的滲透力蠻好的 藥效滲透力蠻好的 角質毛孔酸塞的 再來呢 扁條線發炎的藥 這個也是我從那個朋友 口中聽到的 他說日本人推薦這一個 我只要感冒 一定都是喉嚨先發炎 它這個其實不便宜 這盒蠻貴的 這個的話也是整腸的 我有一點點 只要吃錯東西 就會有腸躁症的感覺 我腸子乳動會非常的快 然後就會開始一直拉肚子排氣 拉肚子的藥 就是止蟹藥 不用喝水就可以吃的止蟹藥 BB的口內鹽的藥 聽說好像還蠻好用的啦 日本最有名的EVE的止痛藥 濕疹藥 因為我的腳呢 跟我的手都有濕疹 這個根本就是我鼻子過敏的舊性 它呢就是 我買這個花粉症的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去結帳的時候 那個櫃檯的人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本身有鼻過敏的話 會推薦我買這一個 這是本身針對鼻過敏去使用的 他們說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這個牌子我會愛上的原因是 因為我的睫毛是長這樣直直插下去的那一種 不是讓人家這樣有衛服上來的 然後我再怎麼用睫毛夾去夾它 都捲翹不起來 可以讓人家感覺到我在刷睫毛高啦 平常我不管刷哪一牌都沒有用 最後最後我要介紹的是 大家應該都會很關心 我買了一隻Panasonic的吹風機 買的不是最新最新的那一款 但是也是今年初 年頭初的那一款 大家也知道 10月1號開始 日本的消費稅漲了嘛 原本是7% 現在是10% 在機場的時候 我們發現 價錢真的是跟前幾天看到差太多 再多扣了那個3%的消費稅掉之後 一隻只要9800日幣 所以在機場的時候 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直接給它刷卡買下去 但是因為機場啊 有的顏色不多 我們最後就買了白色的 我覺得白色也蠻好看的啊 雖然說大家都買桃紅色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 以上就是我在日本買的一些小東西的開箱分享 那買完這一攤之後呢 就要開始使命的賺錢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 我到底在這次的東京買什麼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安妞 也可以 suk人 irgend payment 好 這樣 可以